入名39歲的男子交易虛擬貨幣時遭到綁架 西九龍中區刑事部處理高級警示鐘阿倫表示 受害人在今月6日 相約一個網上雙息的虛擬貨幣買家交易 當他被帶上九龍灣工廈單位後 發現已經有幾名男子在單位 對受害人拳打腳踢 利用武器來鐵鎚、鐵棍襲擊 導致手腳嚴重受傷 受害人被逼交出手機、網商銀行 和加密貨幣交易平台密碼 並被要求致電親友索取三千萬元贖金 自7日凌晨 受害人又被綁匪帶到大埔南坑村一間鐵皮屋 並持續襲擊受害人 多次指使向朋友和家屬要求贖金 家屬覺得很可疑 於是在9日報案 從案組10日接手調查 鎖定受害人可能被禁錮的地方作出報處 12日晚上 受害人趁看守綁匪不惟意時從窗口逃出 附近報處的警員立即展開拘捕行動 拘捕附近兩名綁匪並救出受害人 警方之後繼續拘捕五名涉案疑匪 案件至金綠藍一女被捕 當中兩人已經被落案起訴 明天小時候農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會繼續追查在逃的綁匪和主佬 相信至少7至8人仍然在逃